嗨 大家好 我是Rose 石金霞 今天呢 我们聊一个关于台湾和中国的话题 我们经常会看到 无论是台湾的一些文化人 还是在中国的一些官方啊 一些文人啊 特别喜欢说的一句话呢 就是说台湾和大陆呢 是一样的文化 就是说唯一不同的就是大陆有中共 台湾没有中共 是吧 所以说 这个台湾和中国是密不可分的 至于说什么 自顾台湾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是吧 这种说法呢 特别有迷惑力啊 很多人都会说 你看 因为那都是用的汉字嘛 是吧 虽然是大陆用简体字 台湾是用这个正体字 但是也都是汉字啊 然后呢 你看台湾人讲话 虽然呢 那个比较温婉 是吧 嗲嗲的 是吧 但是他也是啊 就是讲的也是我们跟大陆人讲的这个汉语啊 那不是 你可以是同文同种吗 哎呀 其实这里有很大很大的这个误解啊 我们必须得去认识台湾 了解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啊 它就不属于中国实际上 真的 台湾的这个历史特别的复杂啊 它首先在地理位置上啊 它实际上是孤悬海外的这么一个岛啊 或者说是一个群岛啊 因为围绕着台湾还有这个澎湖列岛啊 是吧 哎 那么它是在中国啊 中国的这个大陆 还有日本岛 是吧 还有东南亚的啊 那一系列的啊 这个 这个 呃 呃 海域的啊 那些岛国吧 是吧 很多啊 就是它这个地理位置 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一个岛啊 那么在台湾的这个历史上呢 实际上一直人家台湾就有自己的这个原住民啊 根据像日本的这个这个学者的研究呢 就是说台湾是比较成体系的 就是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呀 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呢 啊 啊 这样的民族呢 就有二十多种 哈哈 我说不上来 一个一个的 我说不上来 那是有二十多种啊 啊 不是像那个啊 我们说大陆的人一想话 台湾那就是高山族啊 是吧 一说起来就是高山族 你就像现在我们 要是看台湾的节目也会发现啊 他要讲台语 你是听不懂的 你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啊 只不过呢 就是台湾的那么多民族呢 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 他有自己的语言 有自己的文化 但是呢 他很多民族他其实没有自己的文字 所以他们很多民族的那个历史呢 他是由别的外来的文化来给他们记载下来的 但是你不能否认人家有自己的民族 有自己的种族 有自己的文化啊 你是不能否认的 那么我们要追溯起台湾的历史来呢 就是在这个国际上啊 把台湾标注出来啊 比较特别的 其实要追溯起来应该是从十七世纪初 十七世纪初 当然1601年的时候 荷兰人呢 就登上台湾 发现哎 这个地方不错啊 是吧 然后慢慢的他们就决定 到1604年就是在台湾上就开始啊 就是我们要在这边建设它 是吧 就是荷兰的这个东印的公司 后来呢 就是到1662年 郑成功他所谓的啊 我们大陆的文化上啊 课本上都是说叫郑成功收复台湾 是吧 实际上收复什么台湾呢 你台湾本来就没有从属过明朝 实际上台湾就没有从属过明朝 在这个荷兰人 西班牙人啊 就是殖民占领台湾的时候 台湾他自己是有自己的啊 这个部落的啊 就是他有自己的部落统领 当时就是在台湾的中部呢 有一个王国就叫做大渡王国啊 就叫大渡 对 就叫大渡王国 所以呢 当时像荷兰人啊 西班牙人 最早是荷兰人 西班牙人啊 都在台湾殖民 然后后来荷兰人把西班牙人 这个赶跑了 是吧 就剩下荷兰人了 荷兰人他实际上前前后后 就是从他 从他正式的确立在台湾的统治 是吧 到他最后被郑成功收复了 是吧 大概是荷兰人是统治了 台湾大概是38年 那么你要知道荷兰呢 就是是一个比较比较发达嘛 是吧 相对于当时的这个台湾 那肯定是天上地下嘛 那么荷兰人对台湾的影响 还是非常大的啊 在荷兰人 西班牙人 殖民台湾之前 台湾应该说还是一个化外之地 明朝其实根本就没有在台湾 形成有效的那种统治啊 管理啊 这种教化呀 并没有啊 那么荷兰人把这个基督教新教啊 加尔文教派传到了台湾啊 荷兰人呢 就是呢 在经济方面啊 像把我们现在看到到台湾呢 台湾什么芒果呀 是吧 菠萝蜜呀 铝送烟啊 番茄 豌豆 是吧 这些物种其实都是荷兰人啊 他们啊 就是移植到台湾的 传入台湾的 然后呢 除此之外呢 在荷兰统治台湾的时候 也有一些汉人在台湾 但是你要知道当时的那些汉人 基本上都是辅助荷兰人做工作的 也就是汉奸 因为汉人普遍就是文化程度要高一些嘛 是吧 然后所以呢 就是他可以辅助荷兰人做一些管理的工作 什么啊 这个各种各样的啊 所以当时在荷兰统治台湾的时候 大渡王国一直都有的 大渡王国 台湾中的大渡王国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部落 是一直都有的 至于郑成功他收复台湾是怎么回事呢 是吧 实际上是当时郑成功我们要知道 郑成功他实际上是属于南民嘛 当时这个清军入关之后 然后清军呢 就是在1645年的时候 清军攻入江南 郑成功的父亲呢 也投降了 郑成功的母亲自杀了嘛 郑成功其实就跟他父亲就决裂了嘛 其实说起来啊 郑成功他是出生于日本的 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啊 这个说起来挺尴尬的 是吧 郑成功他是六岁的时候 他父亲在把他接到福建 然后后来长大了之后呢 让他到金陵去求学 入国子坚 然后成为这个明朝的这个遗老遗少 是吧 所以但是实际上你论他的血统 郑成功是有日本血统的啊 那么实际上是郑成功他在后来 就是在东南沿海一带呢 他就是要反清复明嘛 南民嘛 因为特别忠诚嘛 所以被赐姓为诸 被赐姓为诸 所以又叫国姓爷嘛 那么他攻打台湾呢 实际上是当时他需要解决这个粮食的问题 而且呢 这个清军呢 就是越来这个巩固啊 巩固自己的统治嘛 所以他呢 就中断了和当时在台湾控制台湾的这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这个往来 然后决定呢 就是攻打台湾 然后后来他就是成功的啊 成功的这个攻打了台湾 当时他对台湾都是自称为大明朝讨大将军国姓 就他其实叫朱成功 那后来为什么历史上给他们叫郑成功呢 郑成功这就是清军啊 清军要管他叫郑成功 不管他叫朱成功啊 就是呢 一般当时在是清军的那个那个诏令里面都是海贼郑成功 那么当然郑成功后来就是他这个攻入了台湾之后呢 他就在台湾建立了这个统治嘛 建立了统治之后 确实在他统治明正啊 就是他其实是他他丙的那个仍然是明朝的啊 就是明正的就是对台湾有这个汉化 那才是一个比较就是系统的一个汉化 你想人家荷兰西班牙殖民台湾的时候不会汉化呀 是吧 就是有汉人也是被用的 是吧 然后到明正的时候啊 这是一共是统治了23年 有23年的汉化 成立什么国子监呢 是吧 成立进行一些啊 这个这个汉汉文化的教育啊等等 但是也只有23年啊 也只有23年啊 呃 那么也就移入了一些汉人 是吧 啊 那么然后到1683年的时候啊 我们都知道嘛 就是那个施朗 是吧 就攻克了这个明正嘛 然后台湾就入了大清啊 所以说台湾如果要说曾经归入到过大陆的版图 实际上还得是从清朝算起 从1683年算起 哈哈 啊 那么到1683年台湾入清 然后到1895年啊 这个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然后1895年签订了马关条约 然后呢 就把台湾给了日本了嘛 对吧 啊 那么这之间呢 有212年 212年台湾是属于大清的 是被大清掌控的 但是呢 大清并没有对台湾产生什么很积极的很进步的影响 远不如荷兰啊 这个远不如这个明正啊 这个这几十年的影响 那你想荷兰对台湾的影响呢 影响的时间可不短的 你想一想啊 啊 荷兰对对台湾的影响 影响的时间是比明正的时间还要长啊 啊 那么而且呢 这个这个 呃 明正的当时呢 他一方面还要还要对抗那个那个蜻蜓的围剿嘛 是吧 唉 所以说对台湾的这个影响 那么大清虽然统治了台湾212年啊 但是实际上大清呢 他统治台湾的时候 他一开始呢是非常消极的 他是呢采用防台制台 所以他当时就是派到台湾的这些官员呢 都不许带家卷的 然后呢而且对台湾的什么原住民呢 然后台湾的这个各个方面呢 都非常的不友好 而且我们说本身清王朝 清王朝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非常落后啊 非常愚昧非常保守 整个的清王朝的统治 这个中国是没有前进的呀 当时当时在清王朝统治的时候呢 全世界日行一月一 可是中国呢却沉滞在那里 所谓的康前盛世呢 其实呢也都是编造出来的 但是我们看到的 哎呀就是看到的清工具却特别多 是吧因为这个清王朝呢 真的是把这个奴隶的文化 奴隶的文化 中国大陆一说都会说我们是封建社会 根本不是封建社会啊 中国呢过去的历史都是奴隶社会 实际上啊 就是把这个奴化人 那个清朝你说最大的贡献就是什么 不是产族吗 不就是辫子吗 他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保守和落后的 所以他对台湾的这个现代化 对台湾的发展没有什么贡献 基本上不但没有贡献 实际上还是一种破坏 一种遏制 一种破坏和遏制啊 真正发生点变化呢 还是呢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呢 这个啊 然后呢开始呢 就是这个台湾发现台湾 这个贸易啊 是吧 这个地位比较重要 但是实际上也不是清朝让它变化的 是什么 我们知道鸦片战争是列强 敲开了这个清廷的大门 是吧 所以当时呢 就是这个这个列强啊 就是很多就是以台湾 因为这个岛嘛 是吧 它的地理位置啊 特殊性啊 这个对大中国的这个大陆啊 日本的东南亚各国呀 非常重要啊 所以当时呢 西方很多国家都很重视台湾这个岛 然后清王朝发现 哎 他们重视我们也要重视 是吧 那么当时在贸易上啊 台湾的影响就开始 它的地位就已经凸显出来了 而且呢 当时呢 就是传教士啊 也就开始啊 再一次啊 进入台湾 然后呢 在这个这个基督教新教啊 在台湾蓬勃发展啊 所以说 你看这个历史就能看出来 台湾就是所有的就是那个往前卖一大步的 基本上都是什么 都是西方的 荷兰西班牙 是吧 哎 使台湾往前卖一大步啊 让就是开始有了基督教啊 然后开始呢 这个经济作物各种啊 蓬勃发展 然后呢 就是呢 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啊 西方列强 在经济贸易上 那个宗教吸引人上 使台湾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 你说那台湾的文化 和你中国大陆的文化 有多少相似之处吧 真的啊 就是实际上说台湾 接受啊 这种这种啊 这个西化的啊 这个这个基督教啊 这个经济贸易 其实比大陆啊 比中国要早 要早得多 人家在17世纪初的时候就开始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驻地了 你想一想 那么然后呢 再往下发展下去 对台湾影响再大的就是了 就是日本了 啊 就是日本了 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 就是日本呢 就是在1895年马关条约 把台湾划归日本 然后呢 日本统治了台湾50多年 啊 这个强好算起来有51年 你想啊 那么日本这51年 它是算从1895年开始 然后一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嘛 二战结束开罗先沿 是吧 台湾就把台湾呢 澎湖列岛 是归还给中华民国 是吧 然后呢 再到1949年12月中华民国政府啊 这个签台撤退到台湾 是吧 哎 那么在这之前 在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签台之前 实际上台湾整体上来讲 还是预矩时候对台湾的那个文化的建设 那么日本对台湾的这个文化建设 那就大多了 那就全方位的 你要知道 这个甲骨战争之后 日本日本已经是一个很发达的 人家已经是向西方列强学习 是一个很发达的国家了 所以日本就在台湾户籍制度 然后统一度量横啊 然后建立银行啊 各种电信啊 这个什么电话呀 什么通信啊 是吧 什么电报啊 什么这些线路啊 还有交通什么公路铁路 是吧 然后还有台湾的农业的发展 还有呢台湾的什么这个教育 当然了日本在这个聚台的时候肯定也是人分三六九等嘛 是吧 原住民啊 汉民啊 日这个这个日民呢 是吧 都不一样啊 那你接受的教育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现在台湾的很多饮食啊 是吧 住宿啊 然后还有这个语言呢 是吧 都跟日本呢 就是比较近 这是有原因的呀 那么还废除了 废除了清朝给台湾带过去的啊 这个什么锡鸦片呢 蝉足啊 这个辫子啊 是吧 这个都废除了 然后还有搞台湾的卫生建设 就是搞健康啊 是吧 你一般先进的这个这个国家先进的文明 肯定都要对落后的文明 都要对在卫生方面都要有建设 还有就是时间啊 就是呢 改台湾的那个立法 是吧 统一用公立 甚至呢 在这个什么大的都市 这个也不算都市吧 市场是吧 然后建立什么自民中 然后让台湾人呢 开始有这个实践的概念 还有各种的一个城市建设 你所以说 我们这样梳理一下 大家看一看 台湾和大陆 是吧 是一样的文化吗 不一样啊 差别太大了 啊 就是在没有中共之前 在没有中共之前 台湾跟大陆 就是不一样的根 就是不一样的根 最早的时候 台湾他有他自己的文化 他是一个独立的啊 海外之岛 你像在日本的时候 日本的文化记载里面 日本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 你不管台湾叫台湾呢 是管他叫什么 叫高山国 是吧 然后像荷兰的殖民台湾的时候 台湾中部也始终都有一个大度亡国 而且在这个什么的时候 就是在清朝签订那个马关条约 说要把台湾化归给日本的时候 台湾还曾经有过一个184天的台湾民主国 所以台湾这个地方 它的你要说出它的文化传统来 你不用往 就是说史前时代说起 是吧 那就差别就更大了 对不对 你就从这个十六十七世纪说起 你就从十七世纪说起 你看看 从明朝算起 台湾和明朝 台湾和清朝 台湾和中华民国 是非常的不同 非常不同啊 你想啊 你台湾 你那个你大陆是明朝的时候 你台湾有他自己的部落 有他自己的部落王国 然后呢 由荷兰西班牙殖民 人家有 人家是荷兰东印度公司 人家的贸易 人家的这个 这个 信仰 是吧 然后再后来你经历了一个 短暂的 二十年的这个明正时期 但是你想明正时期 对台湾的统治 跟当时 大陆是清 是吧 跟清 对大陆的统治 也是不一样的 你这明正时期还 这个施舍呀 国子监呢 是吧 你还没有辫子呢 是吧 然后你当时呢 大陆清是什么 清是那个背后辫子呢 是吧 就不一样的呀 然后到后来 你就算是后来 好 这个清政府统一了台湾了 所谓的 统一了 是吧 那么他也是没有把台湾当作一个 跟整个大陆一样的这么一个地带来看待的 他根本就没有 他完全是就是台湾这个地方 就对他来讲就是个鸡肋 就是弃之可惜 时日无畏 然后因为 因为清王朝 他根本就没有那个什么海域啊 什么经济贸易 他就是关起门来 我最大嘛 所以说他根本就不重视台湾 他是以防台制台 防台来制台的 所以说对台湾呢 是防范遏制 那台湾当时那个台湾呢 就是那种反抗啊 是吧 那种说一直都是此起彼伏的 然后再到呢 到那个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 好像看起来清王朝重视台湾了 但是实际上当时台湾受影响的是什么 是西方列强 再一次打开台湾的大门 台湾的贸易地位 台湾的这个经济文化 台湾的宗教信仰 这跟大清所统治的 这个是大陆地带 是完全不同的 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完全不同的文化 然后你再往下发展到什么呢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清廷干脆把台湾就搁给日本了 就完全由已经西化了的日本来统治 那日本就完全是把台湾现代化了 台湾的现代化 是吧 肇始于这个荷兰西班牙 是吧 然后呢 暂停于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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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王朝 清王朝对台湾是一个倒车的作用 然后呢 完成于日距台湾时期 完成于日距台湾时期 初步完成啊 这个雏形 那所以 所以然后呢 才进入到了 1949年之后中华民国 那有人说 哎那1949年中华民国了 你这总是一样的文化了吧 当然不一样啊 这个我们不在这个节目里讲了 这个节目讲已经二十多分钟了 我们下面再单独开一个节目 讲一讲 1949年之后的台湾 和1949年之后的大陆 那是不是也是差别 是一个是有中共 一个是没中共呢 就是呢 是不是就是一样的文化 一样的传统了呢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是吧 那么为什么呢 我们下面再做一个节目 再细细的讲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转发 也欢迎大家呢 关注我 拜拜 拜拜 拜拜